8月10上午,备受关注的Kim和李洋离婚案一审最后一次开庭,在奥运村法庭进行。 一大早,各大媒体和围观群众都赶了过来,几名反家暴志愿者身穿家庭暴力凌容忍的T恤,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礼物,前来声援Kim。 8点半,反家暴志愿者拉奇写着,家暴凌容忍,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位家暴的受害者的横幅。 高举《人不能白打,婚不能白离》的孩子迎接Kim。 反家暴志愿者还将长四年写满了签名和留言的卷轴,和给法官的联名信交到了Kim的手上。 开庭后,反家暴志愿者在门口跳起了自编自演的,名为伤步骑的舞蹈。 来联系统员菲奏每二三年写结合後,公共奉行的水平好跳起, dan its efforts oldu. 红磱跑车,向着山中大地。 到凰启奏,几是毫无诚意。 狂狂暴力,向着山中大地。 家庭暴力 法律应该吃菜 你是爸爸 居然偶大妈妈 暴力伤害他 这样真的好吗 慢慢受伤 我们很害怕 小孩也只是想要温馨的家 因为我觉得反家暴应该是 每一个社会公民的职责 抵抗性别暴力和任何形制的家暴 都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要声援CAMO我反对家暴 希望李扬对她的家暴行为公开道歉 然后希望法庭能够把家暴写进判决书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看到我伤我叫我知道混天黑地 满身的伤痕不会令我想放弃 我不想不要不再沉默要保护自己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看大你 骂你 吓你 我们统在心底 家庭暴力不是两人的问题 社会要把分家暴进行到底 我们是想声援CAMO 然后我们也想希望法院能够把家暴人收到英勇的制裁 而且也想提到全国社会的一些绑架暴的意思 而Kim就为中国的妇女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是站出来支持她们 同时也是想跟广大受害者表示 表示如果你肯站出来反抗维护自己权益 永远都会有人支持你 而我们就其中一份 我觉得是好多的女性 她们的老公搭她们的 她们不会离开 她们害怕离开 你看 她们离开孩子不会像谁了 还有没有钱 是很痛苦的 普通的女性我特别有理解 我问她为什么你不要媒体过来 不要她们进去听你的话 还有她说好多的坏话 是在中国老百姓斗打老公 我特别感到 我看这个看 她们在JIT里面说 在中国好普遍 她没有改的 没有改的她的态度 她推着打老婆没问题 这个是很不了的 是中国人 她们不能打老婆 她们不能说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可以 这个不是好大的问题 上姑亲 真的上姑亲 看到我散我家 我知道昏天黑地 满身的伤痕 我们令我想放弃 我不想不要 不再沉默 要保护自己 上姑亲 真的上姑亲 她打你 骂你 吓你 我们都在心底 家庭暴力 不是男人的问题 社会要把分家保 进行到底 Public党 这边 放牧 面 掉 起ini 何 这边 淡 好 雨 抱 yard 傍